一架从卡塔尔飞往爱尔兰的波音787客机 26号在飞行途中遭遇严重气流电波 机上6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受伤 设施的QR-017客机当地时间26号下午 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安全降落 机场预先接报启动应急机制 救护车进入停机坪 客机当天稍早从卡塔尔首都多哈起飞 在飞经土耳其上空时遭遇严重气流电波 当时客机正提供餐饮服务 突然流持续了不到20秒 导致6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受轻伤 其中8人被送往医院 卡塔尔航空又展开内部调查 这是一星期之内第二起客机遭遇严重气流事故 一架新加坡航空波音777客机 21号遭遇严重气流之后 在泰国曼谷紧急迫降 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